暴改兔子人 国风道士天师套 vs日式浪人武士套 你更喜欢哪套呢 在今年上海WF展会中 我们展出了我们的两款兔子人套装 如其登场 各位英雄豪杰 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这里是在WF上看见国潮崛起的 零零子呀 哎 国潮 我只吃国潮 哎 不是这个国潮 这里是在WF上看到了 书也数不清有多少只 骂楼的短造骑士呀 今年的WF 可以说是国风爆发式崛起 横扫六合 极卷八荒呀 等于黑手画悟空题材 西游剧题材 在今年的现象级爆火 所以西游剧系列与国风系列 那叫一个顶流呀 琳琅满目 层出不穷 各大厂家也拿出了自己的国风系列 而我们精灵锻造也在持续推出我们自己的国风世界 一二三四五 还有谁 什么 你不知道 那我可就得带你好好回忆一波了 从最早的熊人武僧林奎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到后来的古人捕快 与古人武侠 曹银 狼人武侠 让我们说中文 让我们说中文 我们给鱼天师搭配的是经典传统的道士服 整体都是深色朴素的搭配 体现出鱼天师的深藏不露 黑色朴素的内衬 藏青色的道士道袍 胸口的内衬 与袖口的 相互呼应 说到这袖口 我们也按照道士那硕大的袖口 道士袖中乾坤大 都不知道里面会装着什么神秘之物 黑色的长裤 白色的高筒长袜 与黑色云语 白色长袜 袜裹至西夏 用袋子扎洗 白色代表白云 象征熬游天界 黑色云语 鞋底较厚 鞋帮上 趁以银色的云头图案 把坛上高宫所穿 左手扶沉 右手配件 失法必备 闲人无尽 银色的莲花扶沉中 冒出了白色的尾巴 随着手臂的动作 随之飘扬 细长的配件 斑驳的痕迹 证明着他的经历 说到道士 那怎么能少得了 符录呢 神秘的符号 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就是竖法 嘿嘿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信 定身竖定 鱼天师的整体形象 便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得道高人 且听我细细道来 狼霞罗峰 随带身负重伤的雄僧灵魁 前来求助鱼天师 不问缘由 大师大手一挥 只见天师三下五除二 击败了跟踪两位的朝廷主快 随后 救治熊僧 送其下山 原来是旧相识 他们的故事 还将继续 诶 那说完了道士 鱼天师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觉得 一游未尽呢 除此之外 许多小伙伴 写了一套日式套装 没问题 请看 哦 这是 翻乌爱篇 兔武士 剑豪无名 日本語を話しましょう どうも 蓝色散乱的武士服 袖口一半披在肩上 露出缠满绷带的手臂 另一半遮住了自己 袖口底部都有做旧战损痕迹 整体是浅蓝色的和服 虽然破旧不堪 但依稀可以看出和服的样子 里面的印花 则是深蓝色 斑驳的痕迹 腰上两条黑色的绑带 不仅可以固定住裤子 还可以将两把太刀 都固定于腰间 随时准备杀敌于无形 双刀流 这便是剑豪无名的实力 下半身 穿着裤 一种日本武士专用的裤裙 宽松简约 便于行动 层层叠叠 裤的底部还有战损做就 武士帽和两把太刀 则是采用兔子人原本的配饰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是故意的 红色的背带 是用来固定武器 没错 我们这次还搭配了特殊的武器套装 剑豪无名 竟然是武器大师 拿各式各样的武器都手道勤来 于是乎 我们给剑豪无名搭配的两种特殊武器 分别是红色的长弓 附带有三只白与剑 远程与近战 全都拿下 除了弓箭 剑豪无名还持有特殊的武器 剑豪无名作为武器大师 刀枪剑举 样样尽头 于是乎 我们特制了一把 片连枪 片连枪 其实是十字枪的分支 长枪在手 天下我有 在遥远的岛国 一位兔武士 缓缓露出了他的身影 看外天 孤独的剑豪无名 这波国风道士于天师 vs日识浪人 剑豪无名 大家更喜欢哪款呢 我们的国风事件还要继续扩大 欢迎各位前来加入 你准备好了吗 这里是林林子 这里是短造骑士 那我们将无再会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订阅